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風視線》 經濟學家前國務院研究員陳文林警告稱 中國必須在金融戰中振作起來 因為美聯儲今年的降息預期 可能會吸引大量資金回流中國 並且有可能引發國內金融市場的新一輪波動 北京的政府智庫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首席經濟學家陳文林近日表示 要防止大規模的惡意炒作以收割中國的優質資產 或者美國資本的注入給中國股市帶來的麻煩 陳文林曾在1999年至2010年期間 擔任國務院研究室的高級官員 她發出這一警告的背景是 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仍未平息 而中國政府也正在外國資金大量外流的情況下 竭力支撐受到重創的股市 美聯儲計劃在今年晚些時候降低利率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 在今年的某個時候開始放鬆政策限制 將會是適當的 陳文林預計 隨著外國投資者可能因為利率趨勢而回流中國 中國今年下半年的資本市場可能會恢復活躍 但是她指出中國仍然應該保持警惕 因為在與美國的金融競爭中 中國仍然處於劣勢 她說中國始終處於被遏制、被壓制、被收割的狀態 美元的地位還在、美國的實力還在 美聯儲利率的任何增減都會對中國產生影響 她認為過去一年外國投資者從中國撤退 就是金融戰的表現 而他們對中國的看空情緒則是一場輿論戰 華盛頓今年來對中國企業越來越警惕 除了推動中國企業從紐約證券交易所退市之外 近日字節跳動面臨著被迫剝離美國版抖音的狀況 她警告說 在今年晚些時候的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可能會有更多的公司被迫退市 這取決於誰當選 但是一些美國研究人員則表示 把這種情況視為金融戰爭 未免言過其實 但是限制對方公司在股市上市的措施 是有可能發生的 而為了拉攏外國資本 《華爾街日報》獨家報導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計劃下週 在政府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結束後 會見一群美國商界領袖 加大吸引美國企業的力度 知情人士稱 習近平與外國商界領袖的會晤 定於週三舉行 將與習近平見面的人 目前已知的包括美國安達保險公司的CEO 美中關係委員會的主席奧林斯 以及美中貿易委員會的主席克雷格·艾倫 與會者的名單仍然在晚膳當中 美國高管們將於本週末 就前往中國北京參加中國發展論壇 這是全球商界領袖與中國政策制定者 進行交流的年度盛會 為期兩天的會議定於週日開始 根據《華爾街日報》看到的一城草案 將會討論的主題包括中國的經濟增長 人工智能和氣候變化 今年的論壇召開之際 中國正面臨經濟放緩 消費疲軟 以及中國私營部門投資下降等不利因素 外國公司一直希望獲得北京方面的保證 在今年的論壇上 來自美國的高管尤其強勢 根據《華爾街日報》看到的代表名單的草稿 美國將組成本屆會議上最大的商業代表團 預計出席的超過85名全球高管中 有34名都來自於美國的跨國企業 而去年3月的上一屆論壇 只有23名美國公司的商界領袖出席 去年正值氣球事件發生 中美關係緊張 今年預計出席的首席執行官包括蘋果 黑石 匯豐 美光 艾克森美孚等知名企業的領導人 另外 星巴克和惠普的首席執行官 今年將會首次出席該論壇 儘管預計出席人數眾多 但是今年誰將主要發言則還懸而畏決 通常是中國高級領導人 但是這一人選仍然未知 習近平上一次與美國商界領袖會面 是去年11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辦的晚宴 當時與會者需要支付4萬美元才能在習近平的餐桌旁就座 在11月的晚宴上 習近平試圖爭取美國公司的幫助 來緩解雙邊緊張局勢 但是他並沒有提供任何的保證 分析人士認為 今年這些公司可能會向習近平強調 中美緊張局勢對商業的影響 並且表示希望中美關係保持穩定 高管們可能還會提到數據傳輸法規 剩餘的市場轉入壁壘 政府補貼等問題 而就在本週二 中國國務院發布了吸引外資行動計劃 包括促進企業總部與中國業務之間的 順暢數據傳輸以避免重複檢查 在週三 中國發改委則針對外資規模下降的問題 又表態稱中國將會擴大制度性開放 縮減準入的負面清單 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行風視線》 在這張圖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在2015年的時候 現代汽車投資了80億元 在中國西南部的重慶興建了一個工廠 目標是要達到年產30萬輛內燃機汽車 兩年之後建成 但是僅僅6年之後 隨著中國消費者迅速轉向電動汽車 導致汽油車銷售停滯 迫使現代在去年12月以不到兩折的價格 變賣了這家工廠 出售價僅僅為16億元人民幣 中間還經歷了多次流拍 四次降價 最後被重慶國資所接盤 韓國業內人士表示 重慶工廠近年來持續虧損 而中國的汽車市場正面臨著供過於求的問題 因此沒有人願意高價收購這家工廠 現代汽車一度是中國最成功的合資車企之一 2016年銷量就超過100萬輛 但是短短幾年之後 隨著中國向電動汽車的迅速轉變 令大量的內燃機汽車工廠措手不及陷入困境 分析師預計 未來10年 中國汽車市場上將有數百家這樣的僵屍工廠 數據顯示 2023年中國生產了1770萬輛汽油汽車 較2017年的高峰下降了37% 汽油車銷量的斷崖式下滑 意味著該行業多達一半的裝機容量被閒置 中國一年最多可以生產約5000萬輛汽油車 但是現在實際產能只有一半不到 一些老舊工廠將被改裝 重新用於生產混合動力車或純電動車 但是還有一些工廠將會永遠不再投入生產 這給中外企業都帶來了難題 業內專家表示 中國的許多汽車集團最終將面臨兩種選擇 要麼就讓工廠直接停產 要麼就生產一些量產車 然後送到俄羅斯或者墨西哥這樣的市場 現代汽車退出重慶之際 正伴隨著汽油車銷量出現自由落體式下滑 現代汽車及其關聯公司奇亞 去年在中國的汽車銷量 從2016年的近180萬輛降至30萬輛 與此同時 中國汽車行業激烈的價格戰 只會給傳統汽車製造商帶來更大的壓力 就連頂級的外資車企 豐田 大眾和通用 都由於在電動車方面進展緩慢 市場份額正在迅速輸給比亞迪和特斯拉等公司 在特斯拉之前 外國汽車集團只能通過 與中國本地公司成立合資企業的方式 進入中國市場 數據顯示 在16家中外合資車企中 目前只有5家的產能利用率高於50% 有8家都低於30% 為了應對日益惡化的國內市場形勢 中國的車企一直在加大向俄羅斯出口廉價汽油車的力度 因為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許多國際汽車製造商都退出了俄羅斯市場 然而 分析人士認為 這部分的銷售無法為中國車企帶來有意義和長時間的利潤 而其他發展中市場是否能幫助消化中國的非電動車出口 也是一個問題 一些外國品牌也越來越多的嘗試 從中國工廠出口更多的產品 將多餘產能轉至海外 但是專家表示 這樣做有可能會削弱他們在其他市場的工廠 作為在中國銷售量最大的外國汽車製造商 大眾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 拒絕提供中國產能過剩的數據 但是大眾稱汽油車市場仍然有利潤 而利潤增長主要是來自於中國幾百個小城市 這些城市的人口通常在300萬以下 因為在比較發達的大城市 汽車保有量已經很高 而且對購買新的汽油車已經有了限制 而就全中國來看 中國的汽車保有量仍然普遍較低 中國平均每1000人只有185輛汽車 而美國每1000人有近800輛汽車 德國則為580輛 因此在中國的小城市 汽車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另外一個關鍵因素是 小城市缺乏充電的基礎設施 這阻礙了電動車在當地的發展 大眾汽車去年宣布在中國投資50億歐元 目標是要提高電動汽車的產量 大眾已經開始將中國的一些工廠生產線 改造為生產電動汽車 大眾還稱將會努力實現 內燃機車型的混合動力化 從而將其轉化為新能源汽車 但是大眾決定在中國市場加倍努力 只是一個例外 其他大多數外國汽車製造商 在中國的支出已經停滯 福特汽車正在減少在中國的支出 而在10年前 福特還是中國市場第6大參與者 業內高官表示 中國所有傳統汽車製造商面臨的最大壓力 都來自於新型電動車工廠的崛起 這些工廠採用了截然不同的汽車製造方法 比如說在合肥的未來汽車工廠內 品牌創始人李冰認為 電動汽車的客戶將會越來越需要 具有私人定制功能的車 而不是經銷商提供的千篇一律的流水線產品 李冰稱未來的汽車工廠 在他心目中比寶石界工廠還要好 在合肥的工廠裡 你可以看到有8台機器人環繞在車體四周 用不到50秒的時間 就可以將兩扇車門安裝在車體上 機器手臂代替工程師將中控台安裝在車身內 耗時也僅需十幾秒 中國客戶訂購一輛未來汽車 三周左右就可以收到貨 歐洲客戶則需要90天 未來的合肥工廠不久之後 將會具備年產30萬輛汽車的能力 而這正是我們節目一開頭 所提到的現代汽車重慶工廠 當時所設立的目標 對於大多數外國汽車集團來說 在中國的好日子已經結束 大眾福特和豐田等公司在中國短時間內 遭遇了兩次根本性的轉型 首先是中國消費者放棄內燃機的速度之快 其次是中國本土電動車品牌的崛起之快 未來汽車的合肥工廠經理曾經在通用汽車工作 他表示中國的所有汽車製造商都在為生存而戰 但是不是每個品牌最終都能成功 整合將是下一步 匯豐銀行的數據顯示 2022年中國近四分之三的電動汽車銷量 集中在銷量排名前10的電動汽車品牌中 這就留下了近60個電動汽車品牌的尾巴 如果失去政府支持 其中幾十家都看起來前景暗淡 綠色和平組織預測 如果到2030年電動車使用率加快至70%左右 那麼通用和大眾在中國的滯留產能將會超過200萬輛 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損失也只是剛剛開始 裝載著中國電動車的集裝箱正從中國港口出發 其速度之快使得中國已經超越日本 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 外國汽車製造商現在不僅需要考慮他們在中國的生存 很快他們將需要在自己的國家也面臨這樣的生存之戰 而關於這部分的內容 我們前幾天也做了相關的節目 專門介紹了比亞迪等中國電動車現在在全球的地位 感興趣的朋友可以一部觀看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風視線 中國高層領導在20大之後 頻繁會見跨國企業高管 在過去的一年半裡 中國領導人與跨國企業負責人舉行的正式會見 顯著超過19大後5年裡的總數 分析師指出這一現象凸顯了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外資流出的大背景下 中國官方對外資流出的焦慮程度 根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對中國官媒公開報導的梳理 自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召開後的一年半裡 中國高層已經與60家跨國企業的負責人 舉行了78次正式會見 而相比之下 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的5年裡 中國高層一共只與41家跨國企業的負責人 舉行了59次正式會見 以上會面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國國家副主席以及北上廣等地的一把手 與跨國企業負責人會面 《聯合早報》發現 中國高層在20大後與跨國企業高管接觸增加 主要是兼任地方大官的政治局委員 所會見的跨國企業高層顯著增加 而在常委級別的高層並沒有明顯增加這一類的會見 相關專家指出 新冠疫情限制解除之後 跨國企業高管訪華數量緊噴 中國各地各部門都增加了相關的會見 反映中國領導人 尤其是與外資投資直接打交道的地方政府 希望盡快抓住並且穩定外資 北京在中央層面強調外資的重要性 在由地方重要官員和企業家進一步的溝通 展現中國對外資的開放態度 有助於減少地緣政治對經濟帶來的影響 新加坡華僑銀行大中華區的主管分析認為 中國官員增加會面是積極信號 但是也反映出官方對外資流出的焦慮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 去年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330億美元 比2022年下降了82% 創下1998年以來的年度最差成績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今年3月初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 要加大吸引外資力度 包括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的措施 放寬電信醫療等服務業的准入 並且針對違背內外資公平競爭的措施 要進行常態化的清理 中國高層在20大後會見的60家企業當中 佔比最高的是工業和製造業企業 例如美國工業技術企業霍尼維爾 法國施奈德電器 排在第二的則是金融業 比如喬水投資 摩根大通 黑石集團等 接著是生物醫藥和科技企業 例如美國莫德納 英特爾 特斯拉和空客等公司 如果與19大後相比較的話 顯著增加的行業是製造業企業和生物醫藥企業 學者認為高層會見的行業側重 體現著中國政府更加願意開放這些領域給跨國企業 也反映中國希望跨國企業 能夠給中國帶來相關的能力 綜合化的製造業企業 比如說泰國政大集團 德國博士等 共同點是業務綜合化 在華運營時間長 投資體量大 帶動的就業多 穩住外資製造業的巨頭 有助於穩住中國製造業的傳統優勢 也有助於改善中國的就業形勢 而與此同時 在二十大之後 跨國製造業巨頭高管訪華數量多 也說明他們仍然需要中國的供應鏈 中國穩定這些製造業巨頭 也有助於北京反制美國想要推動的脫鉤 而現在又到了一年一度 大批西方企業領導人 來到中國 與中國領導人拉近關係的時候了 但是今年 誰將迎接他們成為焦點 據知情人士透露 蘋果公司的庫克 高通的阿盟 輝瑞的布爾拉 以及喬水集團的創神達里奧 已經確認將出席周日 在北京舉行的由中國政府主辦的 年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在這個聚集全球商界精英 和中國政策制定者的年度盛會上 許多與會者都是回頭客 今年 論壇正值中美商業關係 處於低谷之際 中國政府將試圖利用這次論壇 來吸引和留住外國投資 但是 熟悉內情的人士表示 一直到現在 就連論壇的發起人 國務院的直屬機構 都不確定將有哪位領導人 究竟是習近平 還是李強 或者是其他人 來參加此次活動 並且與外國CEO會面 在剛剛過去的兩會上 李強剛剛取消了一次與外國媒體的會面 蕭先生透露 上週 李強的名字被列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名單 但狀態處於未經確認 過去幾年 前來中國的美國高管 經常與有改革意識的中國官員打成一片 渴望得到他們關於深化兩國商業聯繫的想法 但是如今 隨著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府 越來越不開放 西方領袖了解中國真實想法越來越難 接近論壇主辦方的消息人士透露 儘管論壇的最新議程中沒有提到習近平的名字 但是習近平本人很可能會會見一些參加論壇的重要企業領導人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習近平出現 那就再次證明中國經濟形勢嚴峻 並且習近平希望再次提醒大家是由他說了算 不過一些企業高官表示 即使習近平現身 中國政府要重建信心 並且贏回外國資本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個論壇 商界人士表示 此前中國政府承諾的許多行動尚未付出實踐 本週二 國務院發布了吸引外資行動的計劃 包括促進企業總部與中國業務之間的順暢數據傳輸 以及避免重複檢查 週三 中國發改委針對外資規模下降的問題 又表態稱中國將擴大制度性開放縮減准入負面清單 中國美國商會在今年二月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 超過一半的美國企業對中國進一步向外國開放市場缺乏信心 因此他們選擇減少投資擴張 轉而專注於發展他們的核心業務 在拉攏西方企業比較困難的情況下 新加坡聯合早報注意到 與十九大後的會見相比 中國高層在二十大後會見的企業當中 新出現了東南亞企業 去年8月 李強在北京會見了 泰國政大集團的董事長謝國明 今年2月26日 中國副總理何立峰 又會見了新加坡精英集團主席 印度尼西亞華裔企業家陳江和 此外 中國領導人也與新加坡 封一國際集團 凱德集團等負責人會面 這些東南亞企業進入中國 時間長 並且在不斷增加在中國市場的投資 以新加坡精英集團為例 其創始人陳江和的祖籍是福建省莆田 它在1980年代就進入了中國市場 而且在大多數外資企業 現在對增加在華投資 持謹慎態度之際 精英集團去年7月宣布 新增投資137億元人民幣 用於擴大它在廣東的造紙 清潔能源和棕旅遊業務 專家表示 在當前局勢下 東南亞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日漸緊密 東南亞對華投資也在增加 中國領導人選擇和其中 具有華裔背景的企業家見面 有更多同宗同源的意涵 也更容易拉動他們的投資 另外一方面 除了拉攏企業領導人之外 週三 中國承諾將進一步放寬 對外國人的簽證要求 以吸引海外人才 發改委官員宣布 中國將向外籍人士及其家屬 發放更加長期的工作簽證 比如在知名企業工作 或從事科學研究的外籍人士 一旦獲得簽證 時常將為5年 而不是現在的一年 符合條件的外國人 也將考慮讓他們獲得永久居留權 中方表示 今年將在美國 歐洲 日本和中東地區 舉辦以投資中國為口號的宣傳活動 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風視線》 最近中國的抖音能否在美國生存下去 成為華盛頓爭論的焦點 也登上各大美國媒體的頭版頭條 對於這一現象 《華爾街日報》近日撰文指出 美國正在滑向中國式資本主義 也就是以國家安全為名 政治優先於利益 最近一系列的商業問題 比如美國版的抖音TikTok 是否可以保留它的中國屬性 還是應該被禁或被出售 還有日本公司能否收購美國的鋼鐵公司 以及是否給英特爾85億美元 在美國生產半導體 這一切全部都由華盛頓說了算 並且由華盛頓來買單 在美國各地 曾經在會議室或者股東大會上 做出的商業決策 現在越來越多的取決於政治 對此 《華爾街日報》指出 美國雖然沒有滑向 由政府控制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 但是它可能正在滑向國家資本主義 也就是由政府定期干預企業 以確保企業服務於國家利益 從抖音事件和美國鋼鐵公司被收購事件 所引起的爭議可以看到 在美國國家利益不斷被重新定義 來適應當前的政治優先事項 美國給我們的印象往往是比其他國家 要更加相信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讓效率和利潤來決定資本的分配 但是現在川普和拜登 似乎不再相信這一點 他們兩人都熱衷於利用聯邦政府的所有槓桿 比如說稅收、補貼或者法規 讓商業決策向他們的國家利益觀來傾斜 本週美國眾議院投票決定 強制出售或者禁止字節跳動旗下的 短視頻應用TikTok 中國商務部則回應 要求美方尊重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 為外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的營商環境 事實上中國的整個經濟模式 也沒有本著公平競爭的原則 向外國企業提供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 北京的產業扶持和補貼 有效地使國際競爭環境 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 以至於現在 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學會了 採用自己版本的國家資本主義 川普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早期實踐者 當時這種傾向還比較個人化 有時候甚至是臨時的 川普曾經威逼一家公司在美國保留工廠 不能夠遷往墨西哥 他還利用貿易政策來懲罰外國競爭者 偏袒美國公司 為了幫助波音 川普的商務部對加拿大龐巴迪公司 徵收了嚴厲的關稅 迫使龐巴迪出售了其中一種 新型噴氣式飛機的控制權 隨後 他的生產又很快從加拿大轉移到了美國 川普還稱 美國軍方需要國內的鋼鐵來源 因此對從軍事盟國進口的金屬徵收關稅 2020年他試圖迫使美國投資者賣出TikTok 但是當時以失敗告終 本月早些時候 川普曾一度反對禁用TikTok 瞬間削弱了共和黨對出售或禁用TikTok的支持 《華爾街日報》指出 拜登則沒有川普這麼個人化 但是他信奉的是更加精緻的國家式資本主義 他有兩個目標 一個是促進美國國內製造業和清潔能源 另外一個則是通過限制敏感技術和知識產權的出口 來保障國家安全 而當任何數據庫都可能成為外國勢力施加影響的渠道 那麼即使是一台起重機 也是國家安全要瞄準的對象 前不久 美國媒體就報導 五角大樓認為 巨型貨物起重機可能是中國的間諜工具 拜登上週宣布反對日本鋼鐵巨頭 日本製鐵來收購美國的鋼鐵公司USS 他表示美國鋼鐵公司應該留在美國人的手中 《華爾街日報》指出 這是沒有道理的 日本製鐵是全球產量第三的鋼鐵巨頭 它與日本汽車製造商關係密切 擅長生產用於電動汽車發動機的特種駁鋼 如果可以與日本合作 將使美國鋼鐵公司更加強大 讓美國鋼鐵公司變成一個日本製的美國人 這才是對美國有利的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 但是美國鋼鐵公認聯合會現在懷疑 日本製鐵對其工會的承諾 並且站出來反對 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亞等搖擺州的參議員 以及川普也對此表示反對 而拜登因為擔心失去搖擺州的選票 也加入了他們的反對隊伍 拜登的反對使得美國鋼鐵公司 更加有可能被一家總部位於 俄亥俄州的鋼鐵製造商 叫做克里夫蘭克里夫斯來廉價收購 而這事實上又破壞了拜登的另外一個關鍵事項 那就是防止企業集中 因為合併後的企業主體將會主導某些市場 美國不是中國 川普和拜登都不能夠簡單地 向企業強加他們所希望的結果 但是他們現在一直在嘗試改變企業的行為方式 投資不再是為了獲得最大回報 而是為了政治上的權益之計 美國高管們現在也避免說一些 可能冒犯當權者的話 國家資本主義和群帶資本主義之間的界線 變得越來越模糊 因為企業尋求在權力走廊 而非市場上來擊敗競爭對手 像克里夫蘭克里夫斯公司 就通過與工會和政客合作 來扼殺日本製鐵的競標 該公司還讓曾經在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 和奧巴馬政府工作過的人加入董事會 美國眾議院上週則通過了一項法案 基於字節跳動180天的時間 把TikTok剝離 否則該應用程序將在美國被禁 而誰來接手TikTok呢 現在想必TikTok的任何買家 都必須首先確認 是被未來的美國政府所認可的 川普的前財政部長姆努欽上週表示 他已經在積極組織對TikTok的競標了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風視線 彭博社報導知情人士透露 由於中國電信巨頭華為 在去年取得重大技術突破 拜登政府正在考慮 將多家與華為有關聯的 中國半導體公司列入黑名單 此舉將標誌著美國 圍堵和遏制中國人工智能 和半導體野心的行動再次升級 這將加大對中國國家冠軍企業的壓力 儘管已經受到制裁 但是華為仍然想辦法取得了很多進步 去年生產了一款智能手機處理器 被華盛頓認為該處理器 超出了華為應有的業務能力 據熟悉內情的知情人士透露 在華盛頓半導體行業協會的一份最新報告中 大多數可能受到新制裁影響的中國實體 都是因為它們被認定為 是由華為收購或者建造的芯片製造設施 可能被列入黑名單的公司 包括青島新恩 深圳申維序 深圳彭興序 深圳新凱來 深圳彭靖 和中國領先的存儲芯片製造商長新存儲 Jeffries的分析師表示 將更多的中國公司添加到 美國制裁清單中的可能性很大 因為這很容易實施 也很容易說明理由 此舉將會進一步阻止一些重要的中國公司 利用當前的出口限制漏洞 蕭先生透露 除了制裁實際生產芯片的公司之外 美國制裁深圳彭靖等公司 是因為擔心這些生產半導體製造設備的公司 充當華為的代理人 幫助華為獲得受限制的設備 彭博社在2023年底 曾經首次報導了這些公司與華為的聯繫 美國現在正在向荷蘭 德國 韓國和日本等盟國施壓 要求他們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獲得半導體技術的限制 而華為是這場運動的核心企業之一 也是中國自給自足需要依靠的核心企業之一 知情人士稱 目前尚不清楚 美國商務部是否有更多證據將這些公司與華為聯繫起來 但是美國仍然有權制裁未來有可能損害其國家安全的企業 官員們不一定需要證明這些企業在過去曾經做出過有害或非法的行為 目前中國外交部只回應堅決反對美方擾亂市場秩序 損害中國企業利益的行為 知情人士表示 美國官員最終做出的決定時間 可能取決於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關係 中美雙方近幾個月來都在努力改善雙面關係 財政部長耶倫預計將於2024年再次訪問中國 高層官員也討論了今年春天 拜登可能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通話 此外 白宮還有其他與中國有關的政策需要考量 比如 何時宣布對川普首次徵收的全面中國關稅進行調整 知情人士透露 官員們在考慮 提高對來自中國的老一代芯片的關稅 這些話題最近幾週在白宮有所升溫 華為於2019年被添加到美國出口管制的實體名單中 這意味著 除非華為獲得美國商務部頒發的特殊出口許可證 否則就不能夠購買美國技術 雖然這些制裁多年來一直壓制著華為的智能手機業務 但是華為還是在去年8月推出了搭載中國製造的7nm芯片的Mate60手機 雖然這一芯片由中芯國際製造 但是仍然嚴重依賴外國技術 包括它需要荷蘭設備巨頭阿斯麥 以及美國應用材料公司所提供的芯片生產設備 這表明即使北京試圖建立完整的國內半導體供應鏈 中國仍然無法完全替代外國的零部件 美國商務部表示正在調查所謂的7nm芯片 與此同時共和黨議員則要求拜登政府完全切斷 華為和中芯國際與美國供應商的聯繫 對於華為重新成為美國制裁的焦點 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認為 華為案件可以說是美國權力與局限的象徵 文章指出美國對上游關鍵技術的遏制 使美國擁有巨大的力量來損害中國的國家冠軍 並且大幅提高中國技術進步的成本 但是只要中國政府願意不惜一切代價補貼國內芯片產業 只要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消費者 尤其是中國本身和發展中國家 仍然熱衷於購買中國的產品 那麼美國就很難完全阻止中國的進步 美國的制裁限制了華為採購關鍵零部件的能力 這雖然是毀滅性的 但是對華為來說還不足以致命 華為表示2023年收入增長9%左右 達到7000億元人民幣左右 這比2020年的峰值要低21% 但是對於一家三年前幾乎被判死刑的公司來說 仍然令人震驚 華為手機在中國市場也是大受歡迎 銷量在2024年前6週同比增長了64% 而代價是美國蘋果公司的手機銷售額 則在同期下降了24% 華為的電信設備業務更是經受住了制裁的考驗 從2020年到2022年 華為的收入只下降了6% 根據研究公司的數據 華為2023年在全球電信設備市場的份額為30% 這一份額在過去幾年中基本保持穩定 這些都是美國攻擊華為的局限性 但是對華為來說 還有一大短時間內無法解決的問題 那就是華為不能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統 這令華為手機很難在中國以外的市場 重新獲得市場份額 華盛頓雖然不能夠把華為和中國芯片 徹底打入冷宮 但是它將迫使中國長時間花費巨資 來打造次優的解決方案 而重新發明輪子將會耗費巨大的成本和時間 以上就是今天腥風釋線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 如果喜歡記得點贊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讓下期節目再見 好 喬 請 六度大厨,为你量身定做美味食谱 登陆六度世界,如图点击右上角机器人,图标 然后选择六度大厨,就可以开始对话了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烹饪小游戏,让我们开始吧 你是想做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晚餐 好的,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我们应该好好对待 下面是我的第二个问题,你希望这顿晚餐是素食还是荤食,或者两者都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荤素搭配非常健康 下面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你对哪种类型的菜肴有特别的喜好吗? 例如,你喜欢亚洲菜,意大利菜,法国菜,墨西哥菜,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菜肴? 喜欢吃日韩风味的 好的,日韩风味的菜肴口味独特,非常美味 下面是我的第四个问题 你有没有饮食禁忌,或者过敏食物? 例如,你不能吃海鲜,牛奶,鸡蛋,坚果等等 不吃坚果 好的,我们会避免使用坚果 下面是我的第五个问题 你喜欢辣的食物吗? 或者你更喜欢甜的,酸的,或者咸的食物? 喜欢甜辣味道的 好的,甜辣的食物确实很开胃 下面是我的第六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特别讨厌的蔬菜? 不喜欢胡萝卜,喜欢白菜? 好的,我们会避免使用胡萝卜,尽量使用白菜 下面是我的第七个问题 你喜欢吃肉吗? 如果喜欢,你更喜欢哪种肉? 比如鸡肉,牛肉,猪肉,或者羊肉 牛肉 好的,牛肉富含蛋白质是很好的选择 下面是我的第八个问题 你有多少时间来准备这顿晚餐? 你需要一个快速简单的菜谱 还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尝试一些更复杂的菜谱? 快速简单 最好微波炉就可以解决 好的,我会为你找一个简单且快速的菜谱 下面是我的第九个问题 你喜欢用哪种烹饪方法? 比如煎、炒、炖、蒸、烤、或者微波? 微波炉 好的,微波炉烹饪快捷方便 下面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尝试的食谱或者食材? 现在,让我根据你的回答为你设计一个菜谱 主食可以是面食?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设计了一个简单快捷的日韩风味牛肉面食的微波炉菜谱 菜谱名称 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食材原料 牛肉切片200克 方便面一包 白菜100克 韩式辣酱二大勺 糖一小勺 酱油一大勺 蒜末一小勺 轻葱 适量 步骤 在微波炉安全的碗中加入牛肉切片 韩式辣酱 糖 酱油 蒜末 搅拌均匀 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切好的白菜 搅拌均匀 再次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方便面和适量的热水 根据方便面包装上的指示 搅拌均匀 确保面被水覆盖 再次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三分钟 取出碗 撒上切好的青葱 搅拌均匀 即可享用 点评 这道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它不仅制作简单快捷 而且口感鲜美 营养均衡 牛肉富含蛋白质和铁质 可以提供你一天所需的能量 白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消化系统 方便面则为你提供了 主食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韩式辣酱和糖的加入 使得这道菜肴既有韩国菜的辣味 又由日本菜的甜味 非常符合你的口味需求 现在 我将为这道菜画一张配图